中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我是中大學科學教育中心 跟體育室合辦的一個科普講座活動 然後我是中大科教中心的主任 我叫朱清琦 然後我同時也是物理系的 我在物理系服務 好 那一般人大概比較難想到 這個運動跟科學 這比較不搭嘎 然後我們都會有個刻板印象 覺得這個四肢發達頭毛簡單之類 可是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跟姚主任 我們體育室姚主任 有了很多的討論 然後最後就促成了今天這個科普講座 那因為請到的都是體育界的 這個運動界的專家 所以我真的沒有辦法 怎麼講 精彩的介紹他們 所以接下來我會請我們體育室姚主任 來幫我們介紹今天的講員 李福恩老師 好 來我們歡迎我們姚大主任 大家好 我已經放棄逐條去介紹那個 李福恩老師的名頭了 因為他現在上面寫的 比我自己收集資料還複雜 因為他是我們90年 民國90年從中央大選出去的 這個老師吧 很遺憾 我們那時候為了他另外一個規劃 他到高雄大學去了 他是應該在我們中大 他當過那個十幾年的老師吧 十三年的老師 然後當過場地組組長 然後到了高大之後 馬上就被罰卓 當體育室主任 然後現在是運動休閒系的老師 那李福恩老師 其實我曾經很好奇去Google他的資料 他有一萬一千兩百筆 朱老師我會很忌妒 他有七千四百八十筆 我邀請你只有四千筆 你就知道以這樣類比的話 那個李福恩老師他在國內 是這個家喻戶曉的一個運動明星 那那他敢配的是 他後來他在那個身心障礙那一塊 他琢磨很多 那對於競技方面 他也沒有沒有放棄 他常常到那個南投啊 就撐桿跳的這個訓練基地裡面 去拔走一些這個青年才俊 那李福恩老師這一輩子走下來 那其實我想運動 對他的個性的塑造 或者跟他後半期的這個人生規劃 那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我最後舉一個例子 李福恩老師目前也是這個 上海體育大學的博士班的進修的學生 然後我記得我們跟梁老師 去上海體大的時候 我搖某人多少還有一點學術成就 然後都沒有人理我 可是呢 李福恩李老師一去 哇好大好大一批人 就圍著他 我跟梁老師在旁邊 他都好忌妒喔 然後聽說他也不用寫題目 然後我們就求老師 老師我想拜託你門下 我想做什麼題目 老師要叼你一下子 不用了 他們這個指導教授直接拿題目 李老師你就做這個題目 因為石像運動在我們國內 他的這個訓練的 訓練的這個 處方 訓練計畫 是一個 是非常經典的 所以大陸也想挖我們台灣地區 在石像運動的這個 這個訓練的方式 那我佩護李老師是他的個性 非常謙卑 非常穩穩如雅 雖然我曾經想跟他打過架 但是以後再說了 不過別人練一項可以練一輩子 他練十項 而且有六項他在全國世界裡面 有兩項還是國家紀錄保持人 到了去年撐桿跳 五米三十才被打破 那跳高 跳高兩米 兩米一十五 大概多高 我剛剛跟李老師 大概這麼高 用跳了可以跳過去 不過他常常說 鐵人生鏽了 剛破船還有三斤鐵釘 我們今天且看 我們敬愛的這個李佛妮老師 如何來表述 這個運動訓練 跟他生活 跟他工作 還有這些學以內 我們掌聲歡迎李佛妮老師 我都快哭了 科普中心組主任 還有比育室姚主任 其實我們都這個沒大沒小 我每次回來都 懷著一個非常興奮的心 這個回娘家 那人家是近鄉情缺 我是無厘頭 因為在這邊有十三年的情感 這個圍繞在這個 隨時出現的一幕一幕當中的印象 那今天回到這邊 也是有那樣的一個感受 那在代代相傳的日子裡面 我也能夠感謝各位 尤其是在座有大部分的同學 還有就是 曾經在這邊共識的同事們 那還有我們要頓親目鈴的這個 友好鄉親們 都一起能夠在這邊 我們圍繞在健康的話題裡面 然後呢有健康的這個身心 去創造在這個議題上面 這個從個人在今天開始 這個我比較冒進 抖擋 這個成為第一棒 希望不要這個敗咖 那也感謝就是有這樣的一種機會 讓我從人的出發點 來針對這個 這一系列的這個科普講座 希望能夠 差量避之火柴 能夠點陽 那也希望能夠這個 有人的地方 能夠把他點一隻 然後 10個人點10隻 然後萬人點萬隻 那整個都亮起來 那在我今天的這個資料 要分享給各位的內容裡面 我想我剛在路上還跟 姚主任還有梁前主任 我們在閒聊當中 有那種感受 就是說 我 帶著一個破皮箱 那 懷著這個 滿滿的 精神家當 回到娘家 那其中當然也有一些 重要的一些部分 也是在這邊 這個 呈現 然後 也有人 時事地物等 好的資料在這邊 所以 我今天準備的資料是真的是非常豐富 那 我會把它架構在有關這個播放上面 這個 那我講的部分大概就是從一些描述的重點 那我 我的裡面有很多第一次 那第一次當然 呃 這個 各個不同情境的第一次 比如說第一次哭 第一次笑 第一次這個發瘋 等等 各種意境的那一那一種 這個我也一起來跟大家彼此分享 今天當然跨過很多個不同的年齡層 還有就是 不同的這個位置 那我想我們也一起來這個心電感應一下 這樣 那透過圍繞在這個運動的主題裡面 跟大家我們一起來這個 看看有沒有什麼火花可以形成 那 留一條路讓我回去 不然的話可能 我要被追打了 假如我講的不好的時候 的話這樣子 那這個我剛大概講到這邊的部分 我大概先有一半的那是後續 那所以我開始我是這個是不是要回到我的資料裡面 好 不好意思可以可以可以沒問題 沒問題 那 這個我的 我的主 我的主要是在這邊 那這邊這個 我可能現在開始大概3到40分鐘的時間 做我這個 內容的描述 那大概簡單秀一下 這個大概就是過去的一些回憶 那我從回憶當中去引出一些 我剛跟各位報告的一些內容 那這個都是一一的來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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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雖然不是盛裝 不過今天心裡面的感覺 應該是比實質上更重要 我說我今天的穿著這個不標準 比賽的殿堂 我想是任何一個針對運動員來講 他是一個就是夢寐以求 然後當然就是到那樣的一個天廳 可以感受到說我這一路子走來到那樣的一個程度 當然就是可以說是武漢 那麼武漢之餘去追追逐最高的境界 我想每一個運動員任何國家都有同樣的這種心境 所以我在前面的這個範圍裡面 去把這兩個也是精神意象當中標示出來 我們一起來可以參考跟體驗那樣的一個盛況 好那我的獎鋼是這樣子 這個大概分幾個部分 那前面我大概簡單描述完畢之後 會給大家看一個也是算是重點 這個重點之一就是 像我這樣的當初我這樣的這個層級 大概介於亞洲跟世界之間 那世界上談不上頂尖 但是因為在那一個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我們說應該是說從政治這個面來開始 那所有的各項都會因為這樣子而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大概有十幾年的時間 我們國家處於在這個不是很 相對的也牽動到運動 在參與國際賽事上面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這個不盡精神上面很很穩定跟影響的一個情況 那比如說我們出發在世界各國的這個場合裡面 人家認定我們是台灣 那我們說我們是中華民國 諸如此類的就是一個小問題 至於等一下在第二個影片裡面 也會跟各位就是一起來分享 好那這個我的整個概況是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剛剛我談到介紹有關這個亞運會 在我的層次定位上面應該是在這邊 那麼我的運動也是落點也是落在那邊 那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這個有很多非常辛苦的部分 當然也是換取的就是整個完整的人生歷練上面 這些都是精神財富 那他的這個黃金時期跟黃金地點 就在我的這個娘家 就是現在這邊 這個等一下也有過去的一些片段 還有就是我等一下所談到 談的這些概況 我大概簡單分就是我各項成長的一個背景 然後談到說各種不同的第一次的一些經驗 那當然還有一些歷練 比如說參加比賽通常累了要死 只是要把握到在當時要具備義難 要有這個申請相關的證件才能出國 我要找保證人等等的 那樣的困難的這個 時期之下才能出去 所以要抓緊這個時間點的一個可貴 通常都是累的要死 然後疲勞的要死 酸的要死 然後這個抓住時間裡 大家去去進行遊覽 不過在那樣的當初的心靈裡面 覺得說滿滿大大的一種這個算是享受 因為在那個年代裡面 要出國觀光旅遊真的是不容易 那這個後段是包含著我個人的健康的問題 還有就是工作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一些這個感想 當然也有跟回饋社會有關 或是說對國家的相關 尤其是以包圍繞在我們的體育跟運動的政策這個層面上面 我們怎麼樣去背負一個個人的這種熱誠 或者是說一個積極的用心去透過關懷 甚至於說有任何一些管道能夠去進行這個建演或參與 那比如說我們在座我們兩位前後任的主任 現在都未居要金 不管是在實質上面或在精神上面 我覺得都是一種貢獻 因為我們中大偉大 那中大也是帶頭領洋 這個目前教育的大家長也是我們中大出去 就是我們蔣部長 講的可能講的太囉嗦了 那那個後面的部分大概一些點點滴滴 這個是在後面的部分 那我這邊也要把這些這個過程跟各位一起做分享 或者是去討論的部分 那影片欣賞有這一些 這個是在這個是現成的 但是這也規劃很久 而且那個上景八條 因為這個是去年的播製的一個節目 那我想也跟我們今天的這樣的一個主題 也有很多直接跟間接的關聯性 所以我就很直接就把它引用在我們這個 後半段的這個影片欣賞上面 然後它的對象是很輕鬆的 就是說如何去藉由 比如說我們從介紹第一個 就是什麼樣是運動高手等等 然後後面有一個就是彼此鼓勵的話 那我後面的弱點就是勇往直前 就是這個也呼應到物競天者的一種這個道理 那我又想到很輕鬆 想到說恐龍世界到最後都是生命一定要找到出處 所以每一個人生命都一定要找到出處 才能夠去立足 然後一定要向前進 沒有向前進一定會落下 或者是挫敗或者是被吞滅這樣子 好這個多說太多了 我們趕快進入 因為時間有一點趕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回到影片裡面 那我先來播一段有關這個 我們這是委來體育台的一個播送 大概差不多七分鐘左右的 介紹亞運會的一個發展的一個過程 然後主題是我跟古今所說 台灣接近在世界的舞台滿多的發展 在一個重要的政治地方 衝擊了台灣體育的發展 一切被打電子 一時間來一個後面參與 那是什麼原因 那就是中國愛中國 要用投票的方式 來推定我們的理智 就是讓我們解釋 另一個理智 不能在於中國 以前我們都是中國 中華中國 為什麼我們願意參加的 大概是有一個主張 對 我們便在奧輝分分 並退出發 所以現在我們還是 受這個奧輝公司的影響車 開國的區別 我們也要用 從1946年到現在 中華中國 20年代之內 因為 中國 參加 七年代以後 然後 1949年之前 我超過二十幾年 我已經認為 海豬的房間 開國 交易 大陸 南國 東亞運後的四屆 亞運會 台灣 過關於問題 被趕在亞運不外 這段國內 拿號手 作試比賽 也讓 亞洲十項王國 消失在 古今 然而 這段時間 台灣的鐵境發展 並沒有停止重順 亞洲鐵圓 東京的西班人 開始 投票在台灣 你看 他在跳舞的時候 是打過對方的 這東西 可以的意思 那幾年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記憶都是相當大的 所以在1983年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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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盃 兩個人就是第一 第二名 所以他們結識互相的競爭者 可是呢 他們也是互相的競爭者 在同一個時期 有兩個同樣的項目的競爭 都那麼好 不只是他們個人的 幸運啊 也是我們成功界的競爭 1990年 台灣妥協於中華台北的奧衛博士下 崇拜亞運 這場在北京所舉辦的亞洲音樂會 台灣不再希望能有比賽成績 一圈二十年的主任 更抱著重新亞洲十項王國榮耀的規許 於是 這個重擔就落在最具躲進希望的鐵人接班人 畢吻 精選登上 是在當時 因為我們兩岸的一個體育交流 在正式開啟 就是兩岸的一個體育為有限 所以也是在那個跨市公園 那個那樣的一個交接點 從體育整個部分開始 那文樂 很明顯的期待 這個背負著這個全國上校 那希望有其他人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兩個看好 我 我喜歡 我親手的 是 人是 對 那我就是我親手的 我應該 那時候算是 第一個以上 一個精彩的方法 因為 如果說 呃 你說 呃 其一台的話 你們 看一看 大家 你們 打的 感覺 他 看 她 了 你 可以 用 有 他 你 有 是 你 有 他 你 你 還 我 你 對 發想因為我成長 沒一次過 只開著 林根 你那個內向人家 會不會完全發生 不可思 不可思 你這邊就是林根 但你知道林根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金牌已經沒有了 所以不可能有關 或者任何 任何一個項目 可以追回來的 不可能 因為我釣過 我這次釣過的禮拜 可是我 地獄 剛好適合 那那個端子 你的側端的端子 如果去碰到你的端端 那就是 十五十八 然後我一看上去 我那邊的端端 都會碰到 所以他太低了 他說 五公子二十個人 四公子二十個人 對他來講 太低了 那一次的打端端 那一天 每年兩小時 超過四公子 那個打端端 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那再加上 因為有前一套 前一就是 這個 前一個 比賽前一個月 再去那個 什麼幹幹 這次比賽 有點小 就是 來 深幹幹幹的 那個幹子 到第三層 那 上面那幾個手握 然後中間這盒 飛上 就下到這裡 下到這裡 這個黃耳六針 我記得當時是 我使用的是 一百七十年代 他辦的 他辦的當然 一方面要休息 也要回覆 還要休息 還要進去 還要進去 放心感啊 不管新的事 所以這個是 邪惠當時 很幸福 不過 換了行感之後 真的是我 就來挑戰你 那 那真的是 那些人 那些人 當時 你如果按照 運動的話 可以過 運動的 行動的 事件 那是 因為他們 沒有人 可能能夠 運動 也但是 十不加 那些人 他自己 只能夠 回來以後 接近 這條紀錄 他的唱會 全部 其實我大哥他會趕快往前 一個很清楚的情形 他就不會忍著他的心意 在螢幕上啊 跟所有全國關心運動 期許其他運動的觀眾說一聲抱歉 那我想我一直盡能力了 在這個 螢幕會很多期待 超越這個教練長的紀念 那那是真的是一個 那天開會很大的影響 我覺得的話 不順利 不斷一次 受害過 這好像一個人般的大指向 很重要 有聖地開的這個玩笑 讓一位時下好手 Faple 彈以示懷人看 也讓國人封鑑的擊探落空 於是 這個中華代表官在北京亞裏的最後希望 就去負寄透在一個20歲小女生的身上 而這個年輕的小女生 也毅然扛起 為國之公的眾多大人 這個眾者大任的小女生就是現在的 快要變成大媽 她在場都會罵我 就是王慧珍 同學 對不起 各位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從這個 把那個觸角 升到王慧珍那邊 因為很多有跟亞運會上面的一些表現 他也是貢獻者 之一 那他現在有經營一個這個天賦教室 那各位如果有那個FB的話可以 王慧珍就可以看到他這個 這個 種種 好 那老天師場會開玩笑 那我想 我們就這個 還是要在玩笑當中呢 這個 繼續往前走 所以呢 這個 我的 我繼續要分享給各位的就是說 圍繞在我這個 我這是一個第二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大概在利用大概20分鐘左右的時間 來談談 那也就是片段片段的這個 從我今天準備豐富的這個 相片裡面 這些都是過去 那這個 我想大概定幾個位置 第一個位置就是前往的階段 那第二個 第二個位置就是這個 訓練中心的生活 然後接下去就到大學 到大學來 然後後面有在軍中這個階段 其實中間還有一段就是比賽 這個過程裡面有涵蓋在這個 所見所聞當中 那麼 有這樣的高度跟這個 這個能見度 當然也有 間接的一些幫助 那 我跟各位報告 現在我 我 這個 沒有在 這個 所謂競技運動 這個軌道上面去運行 那當然就是要 也不是說急有遠退 就適當的這個時間 適當的位置 那還有就是 要去做調配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是 過得相當的扎實 就是說每一個腳步的前進上面 那 所以各位報告我現在 我 前幾年 我是有負責這區 高雄大學的這個體育跟運動的業務 那我的本職就是 當初被規劃到那邊 其實有兩個原因 那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落位歸根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 世青 世青不管是笑不笑 我想 那都是 人要盡 人要盡 那當時老媽媽 這個 上來北部 這個 最快一天 最慢三天 就吵著要回家 所以當初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也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說 總是要轉換 這個轉換 所以 我應該對個人的評分來講 這個 應該是 不管說80分 至少有及格 目前來講 所以我現在這個 服務的單位 就是運動健康跟休閒 那當然是圍繞在這個健康的主軸上面 那說我協助服務的這個部分 也包含課程 也包含著 這個同學的互動 甚至於實習 的相關的內容 都圍繞在 這個區塊 那 我也覺得有很多相關的一些感受 這些感受 有大部分都來自於我的成長 我的受教 我的訓練 或者是說我的所見所聞 把它融入轉換成為 跟 高雄大學那邊的同學 一起在課程上面 生活上面去做互動 我覺得都是這個 緊處理 很趣味 那我的各個階段的第一次 我想就在這邊也一起 來跟各位做一些分享 那從前面這個階段來說 因為我想每一個人成長 它是一個種子 一個細胞 一個起源 那從運動科學的概念來講 這個從遺傳 從發展 會有在成長的背景 環境 然後 這個受教 然後當然就是 有同儕之間的這種互動 那我想它應該是一種快樂的 那就像 就像我的這個 我就是過往的 教練良船廣民一樣 他是來自於這個 台東的這個山林故鄉 所以在那一片這個非常寬廣的 這個野外 當然就是以天以地 它合成為一體 所以 長時間當然是練就了一個就是很 心胸寬廣 然後非常的這個 豁達的一種 精神 當然是熱情 然後還有積極 向上 所以在我的海底時期 我們家是海邊 那海邊的話 在退潮的時候 這個一望無際的這個沙灘 總是覺得那一幕 在我現在講伴隨者影像當中 這個又出現了 所以這個一望無際的海灘 然後這個 枝枝紅色的白色的藍色的 那種招潮蟹 那個小小的 哇 萬頭串動 就是可以又感受到說 那麼 那麼一個這個快樂的那個國度 這個從心中 這個一一的這個浮現 那各位不知道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看到一些報導 就是外傘頂洲 那也在我們那附近 那外傘頂洲最近 因為有氣候變遷跟 時代變化的關係 有開始在做轉移 還有在可能 預估啦 這是我看的一篇報導 就是說可能會在 十年後慢慢就是消失 那這個也都是 從以前的那種記憶 這個是導演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例子 那另外就是起源 我想在精神上面 這個我想有非常的 能夠感受到一個 榮幸跟這個 算是刻骨 就是我的一個小學的學長 叫鄭風喜 那麼他也應該算是 我的心靈導師之一 那這個也讓我在 我的後段 就是說因為前段在中央 後段在高大 也有一些因緣際會的關係 去接觸到身心障礙的這個區塊 所以在90年到95年這個階段 高雄市有非常多的這個身心障礙 尤其是圍繞在我們當時 就是我們整個大學教育 有強調體適能的一個概念之下 這個慢慢都會發酵 然後身心障礙者 他們在這個區塊也是 被受重視 所以那個時候 剛好有一個因緣際會的一個情況 就是把它導入 那我是跟我學系上的 一位另外這個 休閒領域背景相關的老師 我們一起來合力去促成一個 有關身體 熱鬧的部分 那還有就是說 他們的這些團體 你因為這樣的一個機緣 跟他們有直接跟間接的一些往來 比如說他們有參與這個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我會立誤的去 為他們去做一些互動跟指導 那看到他們 這個一一的不怕那種困難的精神 然後勇往直前 都讓我有得敬佩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很多例子 我都沒有辦法一一來詳述 那另外就是 我的啟蒙老師 我的啟蒙老師到現在 我們還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他叫陳景初 等一下在我第二 第二個階段的影片裡面有 那麼還有豬肝時間 那個當時的豬肝 這個不是做葉子 或者是說這個大兵廚育 在調理身體 那老師每一個這個 早上十點鐘會有廣播 這從一年愛班到三年愛班 就是點心時間 這個叫足趕時間 那非常的感人 那另外就是 就有一個機會參加比賽到 訓練中心這個閒節 剛好是 那一次老師沒有帶隊 因為有公出 然後就是有一位學校的護士小姐 那護士小姐 就很熱情的帶我們去 回來之後 一邊跳 跳躍然後一邊 反正就是很高興 因為那次破了全果紀錄 國中的全果紀錄 也因為這樣子而被當時的這個 聯合報記者發掘 然後寫了一篇之後 就被增調到訓練中心去 那這個也都是會在後段 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訓練中心有很多這個片段 那這跟我們訓練有關的 比如說像精神層面 起床時間一定要到 不可以不可以遲到 那遲到的話以前這個 因為訓練中心 他是一個以前在軍方的一個環境 他是陸戰隊六五九團的一個營區 那每一個每一年的 國軍運動會陸戰隊都會提早 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到那邊去這個調訓 那我們剛好在那個營區的旁邊 這訓練中心 那現在是國家訓練中心 以前叫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 運動選手訓練中心 那我應該是第二期的這個運動員 那那邊這個陳超 冬季是六點 然後夏季是五點半 那時常有一些機 圍繞在蓮池坦 要跑場跑 圍繞在半屏山 還有軍區 軍區裡面很大 裡面有可以看到軍港 裡面有這個高爾夫球場 然後從這個 海軍總醫院這邊的門 到藍門那邊 那邊可能是 如果位置上面是應該達到 接近海軍實練部 陸戰隊實練部的那方面的位置 所以這個 這段期間都有我們在訓練上有記憶 那有一個就是可能我們往後 這個各位如果說有參與這樣的一個內容的時候 可能也可以針對後續的專家學者 向他們做一些發問 就是所謂撞牆的問題 所謂養債的問題 那我這邊有一個叫燒鋼 這個聽起來是很難聽 那就是鋼門在燒 那這個也是很趣味化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運動員 很多運動員跑 因為剛剛開始早上起來 那個被窩裡面很溫很溫暖對不對 然後又貪睡 因為年輕小伙子 這個白天操的鑰匙 然後這晚上好不容易這個入夢鄉 那有時候是累了鑰匙 不好睡 那好不容易睡了天亮的 那麼天亮又要除草了 那所以呢這個就來不及在前面這一段的 預備的流程上面去進行這個 作業 作業袋上面的一個規劃 所以就省去了 省去了之後呢 跑到一半 怎麼樹底下 跑到樹的旁邊就沒有看到人 就整個蹲下去 就忽然間丟起來了 所以這個叫燒鋼 那這個 謠竹亂等一下可以分享 那主要就是熱 那熱的話 因為你前一天的這個就是 營養吸收了 這個食物代謝了 當然會有廢物要準備 這個要奪門而出嘛 那也要有一個適當 所以我再講一個這個更仔細一點 那個圓圓跟圓仔 圓仔要為小圓仔要做這個等等等等 這個我想這個部分也很有趣 所以我也把這樣的話題提出來 當作我們在移動訓練中心的 那樣的生活點擊 這個有很多方面的趣味 那麼另外就要出遊的時候 也包含著旅遊 也包含著比賽 因為在當初這個小伙子 都是離家 都是在那邊集中在一起 所以訓練生活 生活訓練 然後我們的大家長 是一個海軍的上校的體育官 那他也是畫時代應該是說兩岸 在當時的時代應該算是大頭 所謂大頭就是有相當影響力的一個教官 那他叫齊建宏 那這位我們都叫他齊爸爸 那每上車都 上車開始的時候要安撫 這些這個離江貝田的小伙子 我們這趟要去哪裡 然後這個 你們好好的努力 然後等等鼓勵 一番之後就開始講下話 然後唱歌 然後呢到任何一個休息的點 我們都會這個下來 比如說用餐啊 然後這個吃點心啊 那這一位大家長對我們來講 都是非常的貼心齁 那我們就像我們家裡的這個 爸爸一樣這樣齁 那所以這裡面有很多 比如說包水餃的環境的那種 形象的一個營造 在假日嘛有沒有 有的人就住花東啊 有的人住台北比較遠齁 那我是雲林啦 在雲林當初也沒有那麼快 在一趟路來回齁 這個一定要超過一天齁 這是坐平車齁 那這個 我們還有一位這個管理 這一管理也是講話很大聲 叫劉如虹 我們叫劉公公 他打人會很痛 但是他總是會把這個晚餐的 比如說像一些炸物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 在時間上面比較不容易 就是腐敗的這些食物啊 就把我們保存起來放在邊廂 然後我們大概八九點 那個時候就開始就 就這樣開始流了 流過去 然後就會聽到那個冰箱的聲音 那那個劉公公就 視若無睹的樣子 那有時候會 有時候那個聲音太大 或者是說太激烈 搶頭太激烈的話 會這樣子 會有這樣的一種這個 給示意 但是他始終沒有介入 他也把我們這個視乳擠出 好 所以這個點點滴力 有很多也是呈現在我們第二個部分的影片 這個很真實 我要感謝這次公司 好 在大學的時代裡面 很強調的是 剛好在那個期間裡面 有一個所謂營養調配 那我想也開啟了一個運動科學 在食品營養圍繞在包裝運動員創造能量的 這個區塊上面 那國大學時代有一個吳老師吳媽媽 就是剛剛在畫面裡面 有出來做講題的那一位 那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那他在當時的這個 很感動 因為吳媽媽他終身直治 就是投入田徑 那終身未婚 終身未婚 所以他在他的專記裡面寫說 我是奉獻給田徑 就嫁給田徑 這樣 那這個 有一個年 那樣的一個包裝的一個行程裡面 當時國家就是體育協進會 有一個特優選手的一個專案 那我校 這大學學校 這個福人大學有兩位 包含我還有另外一位這個選手 那吳媽媽特別就是說 有這樣一個方案 他在補四位 他知道要把補四位成為六位 然後請一位食品營養系的也是校友 那這個說來也是一個機緣 剛好我們兩個宿舍 我是四三九 李一四三九 他是李二四三九 然後我們就半年 半年一有好處 學長可以帶學弟 學長有點心 因為食品營養系 他們有很多這個作業 然後點心你吃一次吃久了 當然會乏味 所以就分享 那對我們來講 剛好我們這個消化吸收 這個特別好 然後又也不是說特別嘴殘 剛好在那樣的一個時機圍繞起來 就可以讓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陰演機會之下 這個開啟的跟這個營養調配有關 所以我記得那一年這個 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關聯 在也他也是一個空前 然後後來是沒有絕後 包含著後面那個亞運會的集體很優秀的表現 一千五百公尺耐力這個部分 唯有那一次因為有營養的食品營養的調配 創造了我在當時 所有的比賽十項運動當中 一千五百公尺是最佳紀錄 就是四分三十秒 那對全養運動員來講是 已經不錯了 但是對單項運動員是差強能力這樣子 好 那這也是一個記憶 那在大學裡面有一些這個 就是創意啦自主啦 這個我想各校都有他的一個特色 那普人大學他強調以圍繞在中藥 中 差一點講錯 不是中藥是宗教 宗教圍繞在宗教的那種思維跟思想之下 但沒有強迫 那我總是感受到那樣的一個溫馨 還有那種精神 精神的一個這個號召 那我沒有入教 那如果說要入教的話 從這個成長到現在 接觸得也不少 那一直覺得說心成則靈 那在那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我始終感覺到說 在大學時代裡面 有好的老師 有好的學長 好的環境 然後好的那種氣氛 能夠讓我在這個運動這條路 能夠順利成長 不過在那樣的一個條件之下 當時因為在這邊我要得罪 姚主任 這個我們講應該是說韓化 那當時的這個所謂主流跟非主流 那這個預知內容實體下在討論 那我們是處在非主流的這個系統之下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氛圍 當然我也備受相當的一些煎熬 比如說來自於運動界 我想這個各行各業都有 那今天講到這個 因為是過境遷 所以講這些我相信從回溯 從評論的角度上面 我是用很嚴謹很誠懇的心 去做這樣的一個描述 所以來自田徑界本身也有運動界的一些 所謂生態跟潛規則的問題 那麼當然不能說三頭靈異 我想各行各業都有這個問題 那從教育界運動教育界這一塊 其實也是有 所以我也必須要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當你在表現差的時候 當你在受到相當程度的一些照應跟投入的時候 你沒有應有達到一定的一個標準 你就可能會隨時就會有當頭棒喝 好這個也是歷練跟成長的部分 那麼這個部分我也很 應該是說很白目跟斗膽的 講到我們中大 其實在後面那一段也有 那這個也都是事過境遷 那不僅讓我感受到就是說 我們在每一個階段 我相信走過來了 當我們有機會去服務了 當我們有機會去過有權柄跟資源的時候 我們要善加的利用 而且我們不應該是分你家的什麼 你家的奴才我家的人才 或者是你家的人才我家的奴才等等 這樣的一個思維圍繞在裡面去做事 這個是也是我的一個感觸 好那麼軍方 軍方我想這個暑假這段期間有 我也是榮譽了 這個雖然沒有實質上去投入 那一次陸戰隊 我們兩組任這邊也是終身陸戰隊 那這邊的氛圍也是圍繞在於這個區塊 那有一次我的長官真的很照顧 有一次我的司令 那個司令姓黃黃端先 他總是比別人更早 所以我這邊是寫早安點雲端先司令 應該是端先先端 先端他走在時代先端 他總是比任人這個軍官還早 所以他一大早就要來看 因為每一年的國軍運動會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盛事 那每一次都要演講 每一次都要講到我 那每一次講到 後來講到我 怎麼不在這個隊伍當中 他不知道說已經 我是已經接到到隔壁的訓練中心訓練 但是實質上都在那個區塊 所以每一次他演講我都有聽到 但是我都不敢過去 所以有一次也因為這樣子 這個當然這個官位就來了 聲音就來了 就開始發表了 結果花了一天時間 整整從早上9點多 到司令部等他等到下午4點 然後這個期間 不斷的有這個司從官 再跟他做這個就是聯繫 司令現在到哪裡了 到哪裡了這樣子 然後中午在那邊這個吃了一個 吃了一個便當這樣子 那後來我是 糟糕了可能要歸見了 或者是等等如何如何的這樣子 結果後來沒有 後來受到非常不同的這種 應該是說 坐銀銷飛車上去又下來 然後又上去這樣的感覺 這個司令隊我也是比喻有加 那等等在這個軍中的同載之間 也有很多都是非常的就是鼓勵 那我實質上不到三分之一 就是大部分之間都掉到這個外面 不過還是有那樣的一個榮譽 那後段的這個訓練上面 這個跟職場有關 這個剛剛也談到就是在中W一塊 那他也可以讓我 在整個人生的一個成長上面 給予我相當大的一種 轉換成為積極的動力 那也包含高大 高大我想應該有相關的這些生態 圍繞的一個問題 那麼總是要這個堅強 總是要這個化解 所以有一位這個是聖言法師 面對他然後要接受他 然後要處理他 然後要放下他 這個都是一些可以 值得去參考的一些這個名言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分享第一次 有很多方面的這個第一次 這個跟我們今天這樣的一個主題 我想也許會有一些直接接接的關聯 那第一次接觸運動 第一次接觸運動 這個當時就有要準備 要好好的這個為了要奪跑 那是一個學校小學的一個比賽 校園會每一年都有 那那個時候是跑200公尺 那那個時候也不知道從哪裡的思維來的 就是要有熱身的概念 那在鄉下 因為海邊嘛 海邊這個冬季 是在12月舉行 冬季都會有這個季風來臨 那那個時候也不知道 從什麼樣的資訊來臨 就說這個 據說吃一顆檳榔 可以熱身讓全身發熱 好 然後真的就是 就是 如法炮製了 吃了之後 果然真的是 有所提升 然後結果要上場之前 這個 信心滿滿 結果槍聲一響之後呢 開始就是 蛇情了 這個 到最後也沒有 也沒有獲勝 然後這個 犯規了 犯規因為暈了 暈眩了 這個是一個好笑 那第一次當然是 也立在目啊 後面慢慢就是導演到正規 所以 這是一個 然後 學游泳也是 學游泳也是第一次進水 然後第一次逆水 當然是 記憶遊行 所以我是在第一次七 七歲的 我還很印象深刻 那那一幕 這個被救起的時候 剛好是 面對的是一個天空 那面對的天空 有好幾顆頭 然後圍繞著 遠遠的圍繞著你 只是我們在卡通的情節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對待 可能死了 啊不知道叫他活了 這等等 好多議論紛紛這樣 看上面都沒有問題 但是不能看下面 因為鄉下的孩子 哪裡有勝裝 通常都是赤條條的下去 赤條條的上來 所以那個時候也沒有覺得說 這個 遮遮掩掩的問題 男女生接染在以前的鄉下 不會像現在 現在稍微這個動不動就 冠上這個色彩的一個批評 所以以前真的很快樂 畢視學會游泳是在13歲 所以7歲到13歲是當中的一個經歷 我想從人文這個區塊 我們雖然今天即便講這個 跟運動科學有關 但是從故事發起 有很多實際例子可以讓我們去探討 所以我也分享到這個學游 我現在游泳也不錯 讓我練一個禮拜 一口氣50公尺沒有問題 那麼以前因為重大在這邊 有這個游泳的課程 我們都在這邊也一起努力過 所以我也感受到我們的同學們 這個每一次 因為當初好像還有畢業門檻 就是男生100公尺女生50公尺 總大是優秀的 我們也堅守那樣的一道防線 那現在當然這個時代也改變 所以我那個時候都很認真的 在這個區塊去做著力 那他也造就了我 我本身除了田徑的專長之外 我游泳也游得很不錯 好那麼還有就是第一次出國旅行 這是在16歲的一個機會 做飛機很像一隻大鳥一樣 騰空飛騎 這個當初小小的心靈 都是生硬在這個現在的心中 然後還有就是說參與這個賽事 剛開始會有很多滿滿的祝福 很多喝采 接下來就是一些這個這個 恨鐵成鋼的話題出來 或者是說你一定要如何如何 這個能感的問題 這個會留在第二個影片當中 跟大家製作分享 那還有等等 因為因為局限於時間的關係 我要把這個豐富的部分 因為透過節目製作 即便他是現場 他是現場 但是這個我還是要把它 歸在這個區塊 那在這邊我做一個小節 那我現在快速的就是從畫面 這個今天如果再有兩個小時給我 我相信能夠坎坎和坎 可能還會不足的地方 因為雖然破家當 但是真的是很豐富 我們是不是可以關燈 這樣是不是可以還比較清楚 好那有一些弱點在一個可以 描述的部分 也在花一些時間 那現在這個畫面可以成為自戀的 這個記憶 我也沒有想到說 我以現在的心 跟現在的美 我沒有想到說 我看得這麼漂亮 我一整整整個好 然後姿勢又美 長得一跳高 這個 現在沒辦法了 所以 姚主任說鐵岩生鏽 這個也是 你看那個 那一頭烏烏黑亮綠的頭髮 現在已經 這個是我的小孩子 他在這個數學題目的第四冊裡面 有一個世界紀錄跟全果紀錄的一個比較 這個是破紀錄的當下 兩年前被破 然後現在這個又提升了兩公分 我是因為謝嘉漢 他是台灣體運動大學的研究生 從現在 這是第一次破全果紀錄的一個畫面 這個是當時在1990年 這個 中國一位漫畫家 他為全世界當時的運動員去做一個 畫冊的一個 集見 集合起來 建立起來 的一個畫冊 那我也是畫冊子一 好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童年 那 我的記憶也是 各位可以看到塑膠袋 這個是小事 可能離體的 但是我的童年真的很快樂 因為那個時候塑膠袋剛剛開始 所以 怎麼那麼神奇 他透明的 還可以裝水 還可以裝食物 這個 很土 現在想起來很土 這是我舅舅的一個婚禮 我的心靈導師 那 我們那個村莊 後來我們有兩個 有兩座這個 金手獎 這個也是我 我們那個村莊的一個榮譽 這是 年輕人 對不起 這個時間有限 所以很快的 去做 分享 這是訓練中心的一個情況 這是我的老師 楊長果 這是大學的宿舍 我的父親 這個是在第一次 那個1983年的 這個 科威特 拿起反回來的時候 五金水 這個跑400公尺 阿兵哥 抱歉喔 資料很多 然後時間 我不能說很少 因為安排這樣 我已經很感謝 中大水桃樓 我還特別去找 這一張這個 簡報出來 這個是當時的主任 他後來很高的成就 就是 擔任體育委會的 好像第二任 第二任期的這個 一個副主委 他也時常回來 這個也算是 我們帶 帶頭的大家長之一 這個是以前的 中大的田徑場 接受訪問的時候 這個是 訓練跟生活有關的一些 歷程 這是比賽 鬼金水跟 急診 在富士山 都是片段 這些都是片段 平常我很喜歡這個 戶外的一些休閒活動 在目前來講 我的工作 相關的一些課程 也有導入到這些 領域 所以 理論雖然不強 但實際很 很可以說服 這個是我高大的同學 的情況 這是陸軍官校 他們有演習 去參與演習 的一個 教授 然後也有一些 跟社區有關的 圍繞 比如說圖書館 或者是 去年有一個 跟榮總有關的 高雄榮總有關的 這個身體健康促進 運動來 協助民眾 內容 這個是 當初得到 這個 十千 這是 十大捷球青年 的這個 當時的 總統招見 我們看看 那個 華術 華術的老闆 像這個 這個是當時的華術老闆 好 吃蟲團 這是我的孩子 現在都長大了 這個 這個 也有一些故事 那 教練 是 吳阿銘 所以 我們都在那個安全防線之內 各位應該知道 要講什麼 這 粉絲很多 這是1984年奧運會的場景 這個是訓練的場景 當時也有華人的一個 發車的一個 遊行的活動 這個是 棒球運動員 1984年的時候的 這個是 葉智仙 然後這位是 叫什麼 不是 莊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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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像是江泰拳 好像在中國大陸 古金水 好 我後面要把速度 放快一點 很抱歉 因為我們還有後面的影片 要欣賞 好 這個就是我剛說的 還有 監選一命 監選一代就很一命 我開心持窮 後面這個也是健康 這個部分我在影片結束之後 再來分享給各位 那 我想我們都要健康 健健康康 一輩子 這個 天天都快樂 好 我們來看影片 來看這個 民視的一個 第九堂課的一個影片 這個大概50分鐘左右 他跟 跟我的故事有關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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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光如見 歲月 我恨不得再多借幾分鐘 或者是多一點時間 來讓我 不是 口水太多還是不好 這個 後面因為還有一些時間 希望說 我們有一個 互動 那麼 我就簡單做一個 分享的一個結論 那 後段 因為後段 因為還有很多的這個 內容 有沒有做到 我想就留一個請求 那未來如果還有一些相關的 這種機會 會繼續的 這個 走下去這樣子 那 後段這個部分 我想也是 我剛前面所談到 就是說 因為人生總是要 這個 轉換 那麼 我的人生也經歷過 我想再做 可能 也有一些 這個跟身心有關的 一個發展 那 我們還是要圍繞在健康的 一個範圍裡面 所以各位在 如果跟我們剛剛那個 也要主任所談到 就是說那些搜尋的資料裡面 當然當時也有一個所謂 有可能是負面 那 現在在老年化 整個台灣老年化 還有這個少子化 那 因為也有一則消息 來自於我的四親的問題 就是說不肖 那這個斷斷續續 在台灣各個地方 都表現出來的 一些這個爭議 那我想這個 大家都點滴在心頭 人 各自在家庭的成員當中 要扮演一個盡責的角色 我想 我也是不不免俗的 跟各位一樣 那他會反應在我的身上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人生禮物 所以 在 這個範圍裡面 我把它 積極營造成為 我往後 前進的一個能量 不僅是個人 或者是家人 朋友 甚至於說 在這個 教育這個環節裡面 我想 我會在我的工作崗位上面 去 進這個部分的一個 努力的推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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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不曉得 李老師的爸爸 是不是 好 好 至少 李老師 是好 好 他有兩個小孩 非常棒 可是有沒有進入他的一波 因為姚明是 他父母是在 被期待之下 這個 成長的這個 籃球 籃球這個 這個 中國長城 那我們請李老師說明 他對他還是在運動畫面的期待 謝謝 謝謝姚主委 這個問題 我是跟他說就是 要亂的 龍生龍鳳生鳳 偏偏我們家的孩子 這個生出來 連動都不會打 所以我們從遺傳 即使說在從遺傳基因的 這個發展過程裡面 也有很多 像我的狀況 像我的前輩 還好我的前輩洋傳廣 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看兩個孩子 他們都生媽媽 絕絕 我是男生嘛 我們家也是兩個男生 所以 這個 都沒有走運動這條路 楊傳廣的大兒子在 美隔的肺埔公司 那小兒子 平平 那 有一段時間 因為他在台灣 這個也受聘 在 為國舉財 這個 培養 然後他孩子都陪 陪過來這個 情長 這一段時間 非常的 背負父親的這個壓力 非常大 甚至以 從這個憂鬱的 傾向上面 他 可能 在某一個程度 是一種 傷跟病 所以我 建於此 我的小孩子 他們沒有承襲 我的基因 也許我的基因是後天發出來 那 我跟各位報告 我的 我有七個兄弟姐妹 我是最後 那 我是我家最高 我們家有個笑話 就是我 我大姐的孩子的太太 她是 這個 大陸的 大陸過來的 然後 她就說 這很邪門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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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舅 然後叫我舅舅 這個 舅舅這個 很像是外面撿來的 因為都不像 這個身高也比較高 然後這個 長相也比較 跟我其他兄弟姐妹都不太一樣 這樣 所以我想有很多方面是從後天 那我再講一個 就是 我在跳高界有一個前輩 叫 就是那個 劉金槍 她的孩子 因為這個真的就是農生農 她的孩子 小學的時候就已經182 就已經182 她 她身高176 175 她的太太身高170 她過去也是運動員 這個 太太是小學老師 也是運動背景出身 然後這個 劉金槍老師 她曾經也是我們的跳高紀錄 全國紀錄 這是一個例子 所以諸如此類的 我想這個 後面有 留帶 也不是說伏筆 這個龜宇專業的 後面的第二級 第三級 專家學者們 可能會針對更專業的角度 去做這個部分的一個探討 那我想 各個這個個案 這個 隨著時間都會論定 我的論定目前是這樣子 我希望以後 即便我的孩子是老鼠 我希望他們能夠也都可以打動 謝謝 謝謝李老師 這樣不知道可以嗎 補充一下 我們物理系列教授的小孩 大多數都不是念物理 所以 還有隔代遺傳 好 還有 對不起還有分享 這是 應該是在今年上半年 時報週刊有一篇 有一篇也是報導 洋傳管50年的幾乎沒被破的一個 系列 那麼後來他有追蹤到一個部分 因為那個記者他看到我的 我剛剛在前面有一本小學士年級的 這個 數學的題目的書 然後就問我小孩子的教育等等種種 那我是 我是有點刻意 我說我的孩子到 這個 看了那本書之後 他才問說 這個老爸是誰 是那個人嗎 我說是 那是的話他也 也沒有覺得說 起乎大跟小 那我也 一方面我是保護 另外一方面我是利用這個機會 會讓我的孩子也知道說 人各一片天 這個 略自己照 然後自己去這個面對這樣子 所以前代後代 當然有一些加分 當然盡量給他 那如果有可能 同時有 可能是加分 又有可能動腳成左 成為減分 我相信要慎失 那這也是我慎失的一個部分 謝謝 好 謝謝 這裡有 有沒有問題 提問我們會送獎品 除了他以外 很高興再看到李老師 謝謝 也算是 常在中大校園看到的 那剛剛在內容當中有提到這個 人過了一半 半百 我想大概是50左右 不到 那我想 剛剛看到那麼精彩的片段 就是你真的是濃縮你人生的精華 那中間也是有喜悅有一些憂傷的事情 那我也成長很多聽到這一段 那我想說在後面的半百當中 那老師是有什麼樣的規劃 因為剛好提到說 什麼一個身心障礙的部分 好像沒有特別的著目 我想說是不是有 你對你的人生下半場 是不是有些更多的一個期待或是目標 你想 不是斷章取義 是金藥 四個字 保命要緊 這個所謂保命要緊 是 我們現在有很多這個 快速變化的一些衝擊 在整個社會國家 從資源上面 然後從這個現實的一個發展 那尤其我們這一段 我們都很直接的去談 從專業的術語講 我不是詛咒 就是棺材已經近一半了 那未來 為另外一半怎麼樣去做 這個維護 延緩 或者是說 讓他這個保持一個品質 我相信也是每一個人 在歷經的各個階段的一個過程 他都必須要去做的功課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分享 因為我現在的家人 這個因為前幾年有 一個這樣不經歷的 因為人跟豬一樣 會有這個部分的 因為豬怕肥 人怕出名 所以那樣的一個事件 讓我深刻的去衝擊到 那這些轉換都是人生的一個能量 他們我說身心障礙這一塊 我相信這個我們都很 如果家裡有這個也不要氣餒 那我們應該更用最大的包容心 跟耐心去這個面對他 就是迎向他面對他 然後日子總是要過去 講個比較這個生活的一個部分 苦一苦也好 罵一罵也好 笑一笑 鬼過頭來還是要過日子 所以天打雷批的事 還是要繼續去苦幹實幹下去 這樣講這個有點粗魯 不過這個都是屬於我們 應該是說各個部分很基礎的一個 說法這樣子 所以我想隨時有一個跟健康有關的一些 議題的保養 那我想也不管我們在這邊有 校內也好 或者我們的聯群也好 我們在跨過人生的各個階段 我們隨時要去接觸到 以個人為維護為中心的一個脈動 比如說相關的資訊的獲得 自我健康生活管理的要求 還有營運的部分 還有心靈層次這個部分的一個 調節我相信也都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加分的作用 謝謝 謝謝 謝謝李老師 最後一個問題 我是開大賽的 好請 我想要問一下就是 因為現在有一些就是 跆拳選手 鐵人啊 這是鐵人 一日鐵人 終身鐵人 老師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有一些就是 就是跆拳道的奧運國手 他可能就是經歷過了一屆奧運的比賽之後 他可能在 就是 可能 他可能奪牌了 例如像竹木野他可能奪牌了 但是他在 一開始的時候他選擇退休 但沒有多久之後 就是又有人去就是 建議他就是要不要再付出 所以他就連續參加兩屆的奧運這樣子 那老師在那時候90年失敗的時候 有沒有就是也是碰到類似的情況 因為畢竟一個月後的 就是區議會上面 然後陳甘跳就是又破了全國紀錄 那是不是又 同樣的也是有人像年間人就像 90年那個失敗 然後其實是被報章雜誌 或媒體就是 當然是有一些批評 可是有沒有想說就是在 就是 在奮起這樣子的 也不知道 反而有點像是奮起 因為其實運動員最令人感動就是 你就算跌倒了還是 還是有辦法再站起來 對就是就是有沒有 當時是不是也有這樣子的狀況 有一股力量很大 然後從 從外圍當然又很多 很多聲音跟力量 講個嚴重一點 不放過你 為什麼不放過你 因為 那個時候是把這個部分當作是一個 意外 所以在整個當時的期待跟專業的評定上面 是應該還有機會 不過條條道路條條難 這個也是 後來我 因為 這個都是圍繞在我在中央大學 這段期間後段的 故事 那我剛剛有談到 我們有很多主題可以 談到一些更深入的部分 就是說職場生態的問題 職場倫理的問題 還有工作跟訓練之間的一些 衝突方面的一些問題 因為你一天只有24小時 那各位看看 我的 我後來沒有茂密的頭髮 就是那四年 所以剛剛你的問題也是 這個都 這樣的一流程都可以走過 為什麼 為什麼會 中間會有斷層 這個斷層是絕對 不可以 因為這樣的話就沒有運動精神 所以當 比當時你看 前面那樣的一個黃金時間 從成長到後面那一段 當然林門一腳 那希望說這是黃金腳 結果還是沒有 那也就那四年 這個也強大的壓力 然後在訓練的過程裡面 也有很多的衝擊 當然後面是失敗的沒有錯 不過失敗總結下來 這個就成為且戰且走的 這個轉換跑道 人生日子總是要過 那我想有很多方面人間冷暖 這個是我個人的體驗 那麼當然也有一些溫情的呼喚 還有這些 這個 鼓勵擁抱的手 都有 這裡面都有 所以那四年是沒有斷層的 是沒有斷層的 那我是想後來這個治癒於人 總是把這個當作一個甘草化敵 那像現在也都很適切 因為我已經流到這裡 我在怕什麼對不對 我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一個 到頭來都會走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心裡面非常的茂密 可以這麼講 謝謝各位 這樣的回答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可以 謝謝 謝謝 謝謝李老師 做優秀的運動員 然後又是這麼優秀的老師 我想大家應該都有這種感受 還可以這麼幽默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們最後最後一個 要完成今天的這個儀式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很簡單的感謝狀 就是很抱歉 沒有準備一個非常豐盛的禮物送給我們李老師 沒有沒有沒有 很客氣 然後我們就是 謝謝李老師今天陪伴我們 這麼豐富的這兩個小時 希望你的人生可能因此就開始轉變 不過我已經在轉變了 不是李老師的 我說的是我們的聽眾朋友 希望大家一起 一隻火柴點亮 十隻火柴點亮 我們一起來點亮 把這樣的一種氣氛 這營造出來 謝謝 我們來照大家 謝謝 我們會見到我們 我們會見到某種都沒有